二十大战完之后 这个北韩金正 金日成来讲的话 然后到就是50年之前 他就已经要去了 先去了这个史达林那里 说他要完成同意 然后史达林答应了他 那这个毛泽东在1950年的时候 后来去签那个约 之后他就跟史达林讲说 他也想同意这个两岸 但史达林说对不起你晚了 那个金日成已经讲过了 你跟他去商量商量 看你们谁先谁后 我没有意见 我都支持你们 对史达林来说 共产势力继续扩张 当然是好事 但他并不愿意 看美国人发生冲突 于是他提醒金日成 万一美国插手 你又打不过人家 我是不会出手相救的 你还是得让毛泽东 助你一辈之力 隔天毛泽东收到了 史达林的电报 承诺如有必要 将会派兵协助金日成 但遭到金日成 傲慢的一口回去 1950年6月25号凌晨4月 北韩大军所小出击 将近七个金瑞师 不费推挥之力 就一举越过了 北纬38度线 本来发多一个战争 就是要趁人就不败 因为他已经发现 美国根本没有 这一方面的防患之心 当然就突袭 这个是一个 他们依据好的一个 而且那天是礼拜六 你看珍珠港事件发生的时候 是礼拜天 为什么选择礼拜六 礼拜天一般来讲 这种放假日 是一般这个 借心比较少的 北韩入侵南韩 九个小时之后 美国总统杜武门 收到了消息 他简直不敢置信 当时他仍正在 密苏里州度周末 隔天立刻飞回华山顿 召开紧急会议 美国这个发来发掘 这个误判了嘛 误判了后 怎么样能够反攻呢 那倒是先通过联合国 这个是必要的一种程序 通过联合国 声讨他的一个 侵略的一种角色 然后为了 以为维护世界和平 然后取得了 各个十七个国家的 一个这个 等于一种支持 然后成立了联合军 然后共同出兵北韩 这是取得上 我们讲的一种 名正言顺 对师之有名 透过联合国师出有名 但那得花点时间了 问题是李承晚还撑得住吗 杜鲁门懊恼当初 因为对李承晚的不信任 做出的县武政策 结果给朝鲜半岛 带来了大麻烦 眼看着今日成就要 一口吞掉的李承晚 杜鲁门必须立刻采取行动 6月26号 他下令驻防在日本的 美国远东空军 立刻投入战场 同时间命令第七舰队 赶赴台湾海峡巡弋 防止中国蠢斗 他在1949年10月11月就已经对整个台湾的外岛就做过一个军事的一种攻击 想要趁胜把整个台湾解放掉 古凝头战役 当时他们就发现一点 我打金门都已经这么困难了 如果要隔海去打台湾的话 那比登天还难 他并没有放弃继续解放台湾的一种行动 还是在积极在策划在5月 要发动一个所谓5月公式 继续要往台湾来发动一个更大规模的一种解放行动 这料不到发生了寒战 谁都料不到先动手的 不是那一个一天到晚大声嚷嚷要美国给武器 要挥军北伐的里承晚 金日成的大军势如破竹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开战两天之后 就攻陷了距离38度线以南48公里的南韩首都汉城 南韩百姓惊慌失措 一路地往南逃窜 在跨越汉江的桥梁上 挤满了难民 为了阻断北韩军队的追起 南韩官员下令炸断所有的联络桥梁 金日成说打就打 打乱了整个东亚情势 杜鲁门危机控管的第一件事情 必须要把混乱控制在这座半岛上 不能让它继续扩大 蒋先生得到这个电报之后 当然了 这个一则一洗一则一忧 洗的话至少可以让我们讲 是要暂时疏解了 这个中共的一个继续解放台湾的军事危机 原本有几个部队 有几个主要的主力部队 它本来是在这个福建沿海 部防准备要进攻台湾 但是也因为是因为发生寒战的状况 整个部队大调动 把一些部队整个往朝鲜战场拉 所以现在后来变成就是 原本对台湾是一个进攻的状况 一个态势 因为寒战之后 而变成了一个所谓对峙的状况 那这个情形对于老公来讲 他其实也是始料未及 一则一忧 因为美国把这个地区舰队派来台湾海峡 寻人之后 他想要趁这个机会 反攻的那一种想望 也受到了影响 他已经预想到 如果发生的时候 他应该有什么样的行动了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想要 这个出兵 就是去援助这个李承宛 跟你晓得李承宛跟他关系很好 因为李承宛在抗战的时候 这个韩国有 在中国有流氓政府 那流氓政府 其实就是接受国民党的资助 所以李承宛在跟蒋先生来讲 是有交情的 美国人不准毛泽东 趁机动台湾的脑筋 自然也不会自找麻烦的 把蒋介石的部队送到朝鲜去 从东北亚立江那边 这个中北韩的交界 也许就可以有机会 在美国的协助之下 就越过独立压力江 那是最快的要反共抗恶的 最好的行动 开始的时候想到说 至少要一个军跟一个师 那时候你晓得谁最有 就是万一这个 原寒的军队编程之后 谁最有意愿去担任这个指挥 孙力人 孙力人 那个蒋先生这里面有写 说孙力人当场就至高奋勇 为什么美国杜鲁门不愿意 让他这个派兵去支援呢 他认为如果让你蒋总统 蒋总统派兵去支援的话 反而会引起中国共产党借口 就派兵去苏联 他不愿意引起共产党介入了 他如果用美国的力量去打北韩 说说有意啊 可是万一如果苏联啊 引起共产国家也加入的话 这北小镇就要费很大的力量 美国人的立场很清楚 除了已经开打了那两个人 其他人都给我克制冷静 毛泽东大概知道美国出兵之后 知道美国的立场之后 他也是大概还有一个顾虑 就是怕我们的中华民国的蒋总统 真的是派军队去参战 他也要防范你这个 这个从东北真的反攻回去 所以这个我们知道 大概毛泽东嘛 看到后来杜鲁门的决定之后 他也想他要继续解放台湾的问题 大概一时间也没办法达成 所以把力量就转到北韩去了 美国要大家把注意力 集中在陶鲜半岛的问题里面上 1950年7月7号 北韩入侵南韩的第13天 联合国通过了出兵朝鲜半岛的决议案 一直由美军作为主体 其他15个国家也派出小部分兵力 参加了联合国部队 正式成军了 Korea is a small country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but what is happening there is important to every American an act of aggression such as this creates a very real danger to the security of all free nations this is a direct challenge to the efforts of free nations to build the kind of world in which men can live in freedom and peace 明明是韩国人打韩国人 但美国人就认定 你打了里承晚就等于打了我 你要挑战我 就等于是挑战全世界 美国人料不到先动手的是金日成 但金日成也没料到 美国人居然会插手 双方都误判 而误判就必须要付出代价 一连串的误判 导致了难以收拾的后果 7月20号 北韩入侵南韩的第26天 金日成他的大军 已经打到了府山了 眼看了里承晚政权 以及联军部队 就快要被推入大海当中了 联军统帅麦克阿瑟 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要从敌人想都想不到的地方 展开突袭 他计划要从人川来登陆 然后只取首尔 和南方的联军部队 合成一气南北夹击来金日成 不过这个提案 遭到了海军指挥官的反对 因为他们认为 人川只有码头没有沙滩 而且潮汐的落差 高达了10公尺 这个自然环境 非常不利于登陆作战 但是麦克阿瑟相信 在海空绝对的优势 火力掩护之下 联军的部队成功登陆 人川的机会是非常高的 一旦所有的重装备 像是产客大炮 可以在人川这个地方 登陆上岸 要拿回汉城 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而事后证明 麦克阿瑟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在人川登陆之后 联军鼓安一鼓作气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把金日成的部队 赶回了38路线以北了 但是麦克阿瑟 他恐怕被胜利冲昏头了 他想要乘胜追击 一路的往北打 打到了亚绿江 他想要把共产主义 赶出朝鲜半岛 但他没料到 半路竟然杀出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 毛泽东在建政之后 第一场战争 他的对手竟然是挑上了 以美国领军的联合部队 这究竟是一场 什么样诡异的战争呢 美国人当年认为 金日成他的军队 越过了38路线 是一种侵略的行为 那么当麦克阿瑟会去北上 占领了平壤 甚至还禁逼亚绿江 那不也是一种侵略吗 当初毛泽东曾经承诺 如有必要 他将会提供金日成援助 但其实中共内部 也是充满杂音的 有人认为 才刚刚和国民党 打完了一场艰苦的内战 元气大伤 何苦为了韩国人 和美国人为敌 这并不聪明 最后毛泽东他想通了 他认为这场韩战 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他将向中国人民证明 新中国是世界政治舞台上 一股新的革命力量 美国始终是中国的敌人 中国也不再是外国列强 侮辱剥削的对象 这对于巩固政权 是有很大的帮助 于是毛泽东最终做了这个 出乎西方世界预料的决定 出兵朝鲜半岛 联军在仁川登陆之后 朝鲜半岛的局势大翻转 惊慌失措 绝望无助的金日成 向史达林发出了求救信 史达林告诉他 你唯一的希望就是中国参战 那个时候有些人 当然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台湾 因为毕竟台湾是 真的是所谓的 整个中国的一个一部分 那北韩的部分 他这些还是属于外国的 所以是有一个 但是你也晓得 毛泽东的野心 对不对 所以他后来是误判 要说毛泽东误判的情势 那麦克阿瑟一世英明 不也毁在他不可一世的自信吗 麦帅始终坚信 他可以挥刀 直接杀上了鸭绿江 将共产的失利 完全地赶出朝鲜半岛 让士兵们赶在耶诞节前 回家过节